清雪哥 是 這麼多顏色的蛋 你首要會先買哪一種顏色 對耶 我應該會挑這個顏色吧 因為我媽媽也有跟我講 跟那個佩勳的媽媽一樣 媽媽是同一位的 媽媽都會教你怎麼樣 做這些生活小嘗試 她說 黑色的比較薄 紅色的比較補啦 對 深色的會比較補一點 所以通常都會選這個深色 而且這個是不是叫土雞蛋 就是這種顏色的 土雞蛋是不是這種顏色 我也覺得應該是叫土雞蛋 對 妳咧 妳都是選哪一種 妳應該也選土雞蛋吧 我老實說我就是一般漁婦 我真的不知道要選什麼蛋 所以我去美式賣場 它不是有那種超大盒的 對 就挑最貴一點 因為我是要買給我小孩吃 我想說 妳客氣了什麼漁婦 妳是貴婦 是貴婦 我就想說一顆11塊 跟一個13塊的或什麼 我就買那個13塊的 美式賣場有賣到那麼貴嗎 一顆蛋現在要到13塊 有 11塊多 我的意思是說比價的話 我會買比較貴的那一顆 可是它現在有特賣 7塊錢一顆 跟你一樣的 蛋荒怎麼可能還特賣 沒有 它就賣到7塊錢一顆 所以有時候我在想說 是不是飢餓行銷 可是妳知道嗎 我們一般在一般的超市裡面 看的時候 通常都是褐色的蛋的價格 會高過於白色的蛋的價格 那我問一下那個譚老師 譚老師到底有沒有分別 就是說褐色的比較薄 就是深色的比較補一點 白色的比較普通一點 然後深色的比較貴一點 而且還有人說 多吃這種白蛋會有婦女疾病 到底是不是真的 其實不是 紅蛋白蛋 營養價值一模一樣 那只是因為黑人生黑小孩 白人生白小孩 同樣的道理 所以他媽媽就是長這樣 就是基因嘛 對啊 所以這個跟那個無關 但是其實因為為什麼 這些特殊顏色的蛋比較貴 事實上就是因為它的數量少 那物以稀為貴 所以數量少的東西 當然就比較貴 但是如果以營養價值來看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煎蛋的時候可以加鹽 對啊 我覺得這個 我最常被人家留言的 就是說那個煮蛋煎蛋 能不能加鹽 其實它這個是說蛋有乳酸菌 加了鹽之後會產生什麼 有毒的濾氣等等 其實沒有 但沒有乳酸菌 所以你要加鹽加醬油 你自在就好 那其實最常被問到 就是說蛋黃上面 會有灰灰綠綠的 是不是有毒重金屬 其實我們實驗室 在大概十幾二十年前 做過很多蛋的這個實驗 為什麼 因為曾經就有一個週刊 它接到爆料說 台灣的蛋有重金屬 那這個週刊它也不是亂來的 它就從基隆一直買蛋買到了新竹 然後送到我們實驗室檢驗 其實蛋幾乎都不會有什麼重金屬 因為它生長期很短 所以那個蛋黃上面灰灰綠的 不是有毒重金屬 因為我們做了好多蛋的實驗 它重金屬量 這個是幾乎微乎其微 所以大家不要再緊張 那個會產生灰灰綠 是因為你煮太久 然後這個形成的硫化鐵 那硫化鐵沒有毒 所以大家不要緊張 但是很常也聽到說那個什麼 生長激素 對 是 老人家很愛說 兩個不要吃太多 那個激素很多在你身體 就會產生什麼婦女病 反映真的生長激素是有可能 現在已經沒有人在用 因為生長激素很貴 我們現在台灣 其實很多飼料是已經改良過 可以讓它是比較優選 然後餵得比較好的 所以肌可以保持它 比較不會受病菌 然後它免疫力比較好 所以現在已經沒有人在用 貴鬆鬆的生長激素 大家不要再乙兒傳兒了 拜託 所以沒有這個疑慮了 對... 然後現在其實還是很多 可是這樣子的說法 其實都還是存在 對啊 我媽媽都教我 不能吃白色的蛋 因為有生長激素 然後我又生兩個女兒 我就更謹慎 你知道嗎 可不可以今天要少跟媽媽互動 我們這裡好像中間的幾節目 好嗎 所以其實現在打破迷思 就是說生長激素很貴 賣蛋的人賣雞人 不會用那個東西 然後蛋裡面也不會有 重金屬的污染的問題 所以也不會多吃 就會什麼婦女幣 那一天最多可以吃幾顆呢 其實我們還是希望 蛋白質來自豆魚蛋肉 因為這個還是你均衡的攝取 但是要講一個美國曾經 就是他們報導的案例 有一個88歲的人 他非常喜歡吃蛋 一天吃到25顆蛋 他不吃別人 他只吃蛋 25顆 對 但是他的心臟血管 其實都是非常好的 他們美國也做過一些研究 其實很多人誤以為 吃蛋會增加膽固醇 然後其實吃蛋不會增加你的膽固醇 因為70%的膽固醇 是人體自己製造的 30%才是吃進來 他們美國就做了一個研究 發現蛋的使用減少的時候 他們心臟血管疾病的病人 反而是上升的 而且都沒有減少的趨勢 所以後來他們就把蛋除污名化了 但是這種蛋的研究也很多 像前幾天就有人提出來就說 這是英國做的嘛 就是說你每天多20公克的蛋 你會增加出血性的 這個腦中風的風險會增加 所以我覺得這個蛋 不是說你吃幾顆 而是你要適量 你的蛋白質還是來自豆魚蛋肉 每個人所需要的這個蛋白質量不一樣 像以我來算 我一天大概要需要到60公克的蛋白質 那我如果吃一顆蛋 我可能就其他的東西我就少吃 那我如果說沒吃蛋 我就把其他東西再吃回來 我就用這樣來評估會比較安全 所以並不會說因為多吃了蛋 你的膽固醇就會變高 對 或就是說你少吃 你膽固醇就會下降 其實這個現在已經沒有 好 那吳雯再請教一下 那既然蛋那個顏色都不一樣 不只外表不一樣 我甚至剛剛那個佩勳 把它打蛋的時候 你也看到說 那個蛋黃裡面的顏色也不一樣 那它營養價值有沒有不一樣 其實告訴大家 它營養價值都是類似 那現在市面上有很多什麼 胃葉黃素的飼料 就胃肌吃不同 還有聽音樂的 還有吃什麼益生菌的之類的 然後它就會把那個價值 就是因為反應在成本上會比較貴 所以像力廷也會買比較貴的蛋 那我告訴大家 其實都是可以的好不好 那你想要補什麼益生菌 葉黃素 你從像玉米筍 紅蘿蔔 從泡菜等等 你還是補得到 所以不一定要有說 你一定要吃什麼紅殼 吃什麼益生菌的蛋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 那另外就是膽固醇的迷失 其實在2015 在美國已經全面破解了 所以大家不要說 一天吃兩個蛋 三個蛋 好像不行 因為以前傳統我們的營養觀念 是一週只能吃兩個蛋 假設你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但現在已經完全破解這個迷思了 那蛋是一個非常好的 營養價值的來源 好的氨基酸 所以不管是鴨蛋 雞蛋 甚至你要一些各種的鴿子蛋 鳥蛋 我覺得你在這個時間 你還是可以去找 那剛像譚老師講的 另外的豆腐 豆干 毛豆 也是很好的蛋白質來源 買不到蛋 你還是可以吃其他的 有營養的蛋白的來源 是可以的 所以國人不用擔心那個什麼 那你蛋白質不夠 根本不可能 真的 果然很難 那老師請問茶葉蛋 可以一直吃嗎 其實我自己也會吃茶葉蛋 那以前是說 這個茶葉裡面有這個丹磷酸 會阻礙這個營養素的吸收 那其實現在的這個茶葉蛋 有的就是用香料 那其實我要特別提醒 吃茶葉蛋的 就是很多人都喜歡 滷得很 顏色很深的 那我個人曾經吃過一顆 比較深的蛋 我覺得那個太鹹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還是買茶葉蛋的時候 盡量夾上面一點 顏色不深的 不要夾那個下面 滷得很深的那一種 那我會覺得比較安全 我是譚老師的粉絲 他常常會講說 其實蛋白要熟 蛋黃可以不要熟 是OK的 可是彈心蛋就是這個原則 所以其實是可以吃的吧 其實是可以吃的 但是盡量我們還是吃全熟的蛋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是因為蛋白質吸收率 因為蛋白的那個 裡面有一個蛋白質抑制酶 那如果說你把它煮熟它 你就破壞它 是完整吸收的營養 但是生蛋 你的蛋白沒有很熟 說你的吸收率 可能只有40%左右 所以還是把它煮熟 那當然因為擔心到 有這個沙門氏菌 情流感的問題 我還是建議蛋煮全熟 那其實溏心蛋的話 基本上它蛋白是整個都是熟的 對 其實我也滿喜歡吃的 那說實在的 我們台灣的話 我們在吃蛋的時候 你說白蛋跟土雞蛋吃起來 說實在的 即便營養價值一樣 奇怪 吃起來就是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就是在你飼料上給的 要不要願意給 因為有些你看 像我說我表面那個養雞腸 它其實有分兩邊 一邊的話它給它吃 比如說加了一些紅麴 那它出來的蛋黃就比較黃 比較飽滿 那另外一種就不給它吃 所以打起來就像剛剛沛軒打的一樣 沛軒打的這樣 它一個比較白 顏色就覺得很正常 反正我吃蛋的原則 就第一個 我不吃超過八顆啦 很多耶 一天嗎 很多耶 對 因為我姓王 我很怕 好冷的笑話 沒有 然後再說真的沒有蛋的話 我還是會有一些 一些補救的措施 因為其實很多人過敏原來自於蛋 他就不能吃蛋 那他真的都不能吃有替代的吧 對 當然是有啦 因為你看像我們 我記得台老師曾經跟我講過 我們很重的一個嘗試 就是說我們寧可吃沒有餃的 對不對 在蛋白質上沒有餃的勝過有餃的 所以我會選擇說 如果除了豆漿豆類的東西 因為像我們豆漿來講的話 一罐是400ml嘛對不對 那蛋的話一顆是七公克的蛋白質 那你等於400ml等於兩杯的豆漿 就已經超過兩顆雞蛋了 那豆漿是還滿好的選擇 豆類都滿好的選擇 然後再來就是 我可以吃沒有餃的 比如說魚啊 海鮮啊 然後這些蛤蜊啊 但它的蛋白質也很高 還有海膽污膩 這個膽固醇也沒有很高 但是它的蛋白質很高 然後再加上呢 要吃就吃兩隻餃的 雞嘛 鴨嘛 這些東西 要不要再去吃四隻腿的 四隻腿的我們就盡量少吃 因為它畢竟是紅肉 可是很妙 好 有一個學生他在台中 某夜市旁邊的一個大學 那那個女生每餐 只有50塊錢的這個預算 他就覺得好 那我要攝取蛋白質 那我每天就一塊炸雞排好了 他才23歲喔 21歲 哪來的姿勢啊 對…我就想好 我蛋白質要吸收夠 我就50塊錢 炸雞排很大 因為台中炸雞排是不是好差 炸雞排都超大的 好 結果呢 大概吃了一年他大腸來第二期 對 這個是得不償失 因為要吸收 他會覺得說 因為我剛剛講 兩隻腿的就是雞胸肉嘛 那炸雞排是不是大部分 以雞胸肉為主 可是他會覺得說 這樣子我又可以補充蛋白質 其實是錯誤的 因為它是油炸物 所以你可吃食物的原型 但是以清蒸 或者是以烤的為主 而不是以油炸為主 而且油炸營養價值會降低對不對 一樣會啊 會啊 油炸會降低啊 現在大家都比較講 就輕食啦 對啦 那不要擔心的 就說膽固醇過高這樣子 問一下韓影啦 膽固醇如果過高的時候的話 有沒有什麼方法 能夠讓這個膽固醇能夠排除 那我們其實真的是內生性 就是你自己身體 本來就會產生膽固醇 大概佔70到80% 外面吃的只佔20到30% 那我們要就是除了你少油少鹽 少油炸這些東西之外 我們也建議大家 有三個很棒的食物 你一定要多吃喔 各種的膳食纖維 你吃多一點的膳食纖維 像我們說的木耳啊 玉米筍啊 花椰菜啊 這些是很高量的膳食纖維 它可以吸附 就是你吃進去的膽固醇的前驅物 叫膽酸 膳食纖維結合膽酸 然後它就會排出去了 就不會在裡面形成 內生性的膽固醇 所以建議大家平常你的滷味啊 都可以多一些這些食物 然後這些蔬菜 菜比肉2比1的模式去吃 可以去解決你的膽固醇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有學生是 一個月這樣子吃 膽固醇從240 降到了199就正常了 這麼厲害啊 就說吃這個呢 就是換一下 那你飲食喝水做 然後呢 花椰菜 玉米水 還有玉米水 燙過你加一點點胡麻醬也可以 或是煮蔬菜湯 這個其實是都可以買得到 水水 用熱水 一會兒 燙過你 你放下 減一下 吃皮疙瘩